現在有不少民眾 大家選擇飯店的外帶年菜 直接幫你配好配滿 滿滿的一桌 包廊訂單 讓飯店夜酒街一早就好忙喔 油過高溫 放上裹好粉的蝦子 粉色色澤顯現 再拌上金沙鹹嫩黃 香味馬上聞得到 這一道還有吉祥寓意 黃金萬兩 過年少不掉了佛跳牆 花椒海森都有 豐富配料 看了口水直流 除夕團圓吃年夜飯 很多民眾會選擇 外帶飯店年菜 滿滿一桌直接幫你配好 我住的地方很近 然後他們的中餐廳我吃過 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很豐盛 然後看起來都會讓人家 覺得很好吃這樣 今年的話不管是內用外帶 其實買氣都非常的旺 像今年的外帶年菜 其實比去年的銷售業績 還要成長了兩倍左右 除了萬利酒店 年菜銷量翻倍 韓生愛美酒店 目標業績一千八百萬元 比去年增加七百萬元 圓山大飯店年菜總銷量一千八百組 比去年成長一成 另一桶傳統市場 一早也是人擠惹 習慣自己下廚的民眾 把握最後採買時間逛一波 採買最後的機會要不然修好多天 那今天準備了什麼菜 今天可能就砂鍋 獅子頭 長年糕 長年菜 感覺車廂都放不下 買不下了 我的炸雞還蠻好吃的啦 炸雞翅 我小孩都喜歡吃我的炸雞翅 還有那個魚啊 紅燒 紅燒魚啊 很好吃 依依系數年夜飯要做什麼菜 講到女兒要回來一家團聚 臉上笑容藏不住 不管除夕夜是要外帶年菜 還是自己準備 合家團圓慶龍年才是重點 記者右軒圈黃生全台北報導